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新调整机制方程式改了些什么 检讨了半年多的港铁票价可加可减机制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检讨结果 保留原有的方程式 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和通胀率 两个主要因素 0.6个百分点的特别调减今年就会戒满 重新加入生产力因素扣减 改为同港铁香港物业发展的利润挂勾 赚不够50亿减0.6个百分点 50亿去到100亿减0.7个百分点 赚满100亿的话就要减0.8个百分点 港铁上年的物业发展赚了超过104亿 放入去新的方程式就可以扣减0.8个百分点 第四季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月底才会公布 若果用第三季的代入估算 港铁的票价加幅可以达到1.5% 港铁过去几年累积了2.85%的延后加幅 宣布特别扣减当中的1.2% 即是这部分以后都不会再加 而剩下的1.65%再压后去到明年才加 另外会再延后0.2%的加幅 港铁必须遵守票价机制 以确保公司的财政稳健和可持续发展 但同时我们也希望支持本港在疫情之后的复苏 而香港能够回复百业兴旺对港铁业务 以至全港各行各业都有好处 机制的另一个变动 在2013年引入的港铁事故罚款机制 现在延午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罚款100万 延午得越来罚得越多 上限就是2500万 将来就会分为繁忙和非繁忙时间 上限也会调高到4000万 无线电视机制在中策期报道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检讨不全面 也有市民不满 有任物业盈利最多都只是压低票价加幅0.8个百分点并不够 票价可加可减机制2007年两铁合并的时候引入 至今大部分年度都是加价 只有前年一次是减价 今次修订加入同港铁物业发展利润挂勾的扣减 但最多只是0.8个百分点 市民又怎样看呢 其实真的没什么期望 因为连年都是说回这么常说的东西 但连年那个机制都好像每次都只有加没减 我觉得可能真的要整个机制去检讨 会不会是换过一个机制 我觉得都是一个名字 整天都是没减就只有加 你应该跌了 或者你不要加那么多 那当然是开心的 只是希望不要影响到服务质素就行了 我又有另外一个关心就是 其实香港地铁在世界范畴来说 都算很准确很准时很快速的 那它不太过分的情况之下 你说把它削到接近没有盈利 然后变得好像伦敦地铁那么臭 就没什么必要的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要压低票价 不能够只是计算港铁物业发展的利润 那间公司赚了多少钱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港铁赚过百亿 几百亿 其实是在看整间公司的盈利 所以没办法把香港那部分的物业 和其他的收益分开来计算的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全面放进去 是比较适合的 前九铁主席田北辰认为 不应该再计算运输业名义工资指数 他应该就走一条路就是和通胀挂钩 运输业那个那个 原来永远都是比通胀高成一个百分点 喂你请不到人 你请不到司机的人不肯入行 他估计即使在新的票价调整机制下 仍然会有百分之2.5的加幅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天不道 政府建议修订保护海港条例 建议有两类工程可获豁免不可填海规定 包括不多过0.8公顷 涉及16类海港改善工程 以及少过3公顷 并在3年内员工的非永久性填海工程 下个月开始收集公众意见 维德利亚港享负盛名 为了保护海港 回归之前已经订立的保护海港条例 列明海港之内都不可填海 而根据法庭早年判决 除非能证明填海有凌鸽性公众需要 包括有逼切和当前需要 没有合理代替方案 也能提供有力及令人信服的资料 才可以豁免 政府最深说基于这些规定 阻外了改善海港 过去只有5个项目获得豁免 于是提出修例 将填海工程分为3类 建议任何面积不多于0.8公顷 涵盖16类海港改善工程 例如兴建海滨长廊 单车径、码头等等 无需受制条例要求 不过这16类工程 当局可以随时经立法会 以先定立后审议的形式加减 另外又建议如果面积不多于3公顷 最多3年员工的非永久性填海工程 例如在海中增设临时工作台等 也都可以获得豁免 相关豁免需要由司长级官员 例如财政司司长批核 当局强调工程倡议人 仍然要咨询海滨事务委员会 符合其他条例要求 预计修例之后至少8个工程可以受惠 包括坚离地城海滨 可以增设行人版道 也都可以活化和休化 九龙城汽车道轮码头等等 发展局发言人又说 透过修复更多码头 也都有助水上的士发展 至于其他填海工程 当局强调仍然受制于过去案例的要求 并且会在法例列明 又订明要咨询公众两个月 最后交由行政长官会 和行政会议决定是否批准 政府将会在今月31日 就修例咨询海滨事务委员会 下个月就收集公众意见 预计春年年初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 母亲电视记者 李尤昆不得 有关绝团体建议获豁免的海港改善工程 应该加入限公众使用的条款 以免私人发展商滥用条例 政府提出面积少过0.8公顷的海港改善工程 和三公顷内在三年员工的飞永九填海工程 可以获豁免禁止填海的限制 发展局发言人解释 是基于现有工程的考虑 得出这个建议豁免的条件 他说司长会把关 防止斩检息提交工程申请 间接令填海范围扩大 李问道如果工程超出三年 先员工会不会有情处 发言人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说相信各部门 不会用这件事来走后门 有关组团体认为 政府修例的时候应该列明 豁免的改善工程 需要加入仅限公众使用条款 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就是政府声称这条条例的修订 是为了公众可以使用的海满 其实没有说是为公众用度 是会促使到可能有机会 有一些私人发展商 在他们发展海满的行为的时候 就可以建一些私有化了海满的设施 会令到整个大家本身 例如保护海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还港于民 将香港的海满给市民 这个原则把破了 譬如说海满事务委员会和区议会 他都要把关才可以去给 譬如说财政司司长去批准那个豁免 在这个把关的过程里面 海满事务委员会一直以来的大原则 就是说那个海满都是要给公众可以使用 当年提出定立保护海港条例的协会 说欢迎政府修例 容许小型改善海港工程填海 但是对于其他工程 改由行政长官会和行政会议 按法例决定是否批出 表示担忧 填海计划是政府提出来的 大型工程也是由政府提出来的 合不合法由政府自己批准的 变成不合逻辑 他变成由法庭的权 就拿回政府手上 所以如果这个条例进行的话 等于条法律是废了的了 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至于他会不会司法复合政府的决定 他说考虑到港区国安法已经实施 不会有强烈反对 警方国安处拘捕71岁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 涉嫌妨碍司法公正 据了解 他涉嫌干扰民主派初选案 一个控方证人的家属 警方国安处人员上午11点多 到天后庙道一个屋苑 带走何俊仁 他双手锁上手扣 带到警署协助调查 据了解 他涉嫌干扰民主派初选案 一个控方证人的家属 违反他涉及港区国安法控罪的保释条件 即是不可以以任何方式 作出有可能被视为 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或者行为 消息说他创立的何借伟律师事务所 有份负责代表初选案的部分被告 何俊仁原本是支联会前副主席 连同支联会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以及另一个副主席周恒彤 被控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 颠覆国家政权 违反港区国安法 何俊仁去年7月向裁判法院申请保释 被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拒绝 之后一个月他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 获国安法指定法官陈仲恒批准 条件包括70万元现金和40万元人士担保 交出所有旅游证件 不可以离开香港 每个星期到警署报导生辞 并且要遵守凌晨12点到早上7点的宵禁令 亦都不可以联络外国官员或议员等等 法官陈仲恒当时曾经向何俊仁说 不要证明我错 而检控专员是正确 母线电视记者蓝军宇为不斗 政府限制海外律师参与本港国安案件的 法律执业者修订条例冲案 明天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 政府刊献公布 指立法会已经修订议程 明天11点举行的会议会议 会加集首读和二读环节 根据修例建议 海外律师如果要参与本港国安案件 要先向特首申请是否准许入稳法庭 再由法庭向特首取得相关证明书 律政司说已经在上星期五 咨询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并获得支持售例 下一节还会报道 习近平继续国事访问俄罗斯 邀请普京今年访华 广东省长黄卫中率团来到香港 与李家超召开粤港合作联席会议 国交主席习近平继续国事访问俄罗斯 他稍后和总统普京正式会谈 习近平已经邀请普京今年访华 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指中方为俄方提供外交掩护 北京说美国没有资格指手或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朝早 会晤俄罗斯总理米书斯京期间 提到他已经邀请总统普京今年访华 米书斯京就说 感谢习近平对俄中友谊 和伙伴关系的高度关注 习近平和普京在前一日 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非正式会谈 两国元首互称对方是亲爱朋友 习近平说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发展好中俄关系 是中方基于自身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抉择 普京就说俄中两国有很多共同任务和目标 中俄元首提到俄乌冲突升级 习近平强调 大多数国家支持缓和紧张局势 主张劝和速谈 反对火上加油 他又说中方早前发表立场文件 赋予政治解决乌克兰牙基 反对冷战思维 反对单边制裁 普京就说 俄方有认真研究中方相关立场文件 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并且赞赏中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 秉持公正 客观和平衡立场 主持公平正义 两国元首这次非正式会谈 历时近四个半钟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 如果俄罗斯在中国支持下停火 只是拖延战术 趁机整顿部队 他又说习近平这次访问 没有谴责俄罗斯干犯战争罪 甚至提供外交掩护 而是北京 外交部说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制造者 也都没有提供武器 美国没有资格对中方指手还弱 外交部重新 中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提出停火止战 停止单边制裁等12点立场 核心就是圈和速谈 有关方面应该认真研究 理性看待 保鲜电视记者朱少龙不透 欧洲18个国家宣布集体采购弹药�援助乌克兰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访乌克兰首都基库 将会与总统执连司机会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印度之后 星期一飞抵波兰东南部城市 热书夫 再转乘火车进入乌克兰 到首都基库 与总统执连司机会面 是俄乌战事以来岸田首度访乌 日本传媒预料 岸田将以七国集团轮任主席国的身份 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制裁俄罗斯 并且向扎连司机表达 日本将持续援助乌克兰的意愿 俄乌战事持续 乌克兰国防部星期一说 克里米亚北部发生爆炸 摧毁了共俄军黑海艦队使用的巡航导弹 但没有提及是否乌军发动袭击 当地俄罗斯官员说 遭到一架坠落的无人机攻击 导致一名男子受伤 也都波及当地的学校和电网设施等 俄罗斯曾经指控 乌军透过无人机攻击 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艦队 另外17个欧盟成员国 连同挪威一共18个欧洲国家 宣布联合采购弹药援助乌克兰 以及补充国家库存 参与的包括德国、法国和荷兰 涉及20亿欧元 计划在一年内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 美国也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 价值3亿5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另外 俄罗斯国防部发消息说 两架美国空军B-52H轰炸机 星期一飞近俄罗斯边境 俄方出动一架SU-35战机 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 其后美方军机飞离边境 俄方战机也返回驻地机场 无线迪斯记者陈玉珊报道 俄罗斯两架战略轰炸机 在日本海执行例行飞行任务 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说 两架图95MS轰炸机 在日本海中立海域上空 执行历时超过7个小时的例行飞行任务 全程由东部军区 防空部队和空军部队 SU-30SM和SU-30S战机互航 俄方强调远程航空兵战机 定期在北大西洋、黑海、波罗的海 和太平洋的中立海域上空飞行 所有的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准则 今次飞行任务 正值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孤克兰 美军和日本接卫队 早前亦都在日本海的上空 举行联合战机演习 回来本港 监警会说 投诉警察货今年头两个月 一共接获280宗投诉 较去年同期上升近六成 认为与社会复偿有关 监警会说 超过九成是轻微投诉 但有18宗属于严重指控 包括嘔打 和滥用职权 当中208宗属于需回报的投诉 并获监警会通过 有6宗属实 占大3% 监警会说 投诉案年上升 可能由于社会复偿 市民和警察接触增加 另外有记者早前报清 在采访立场新闻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之后 被警察推撞 同意粗言辱骂 监警会说 暂时没有收到相关投诉 广东省省长黄慧忠率团来港 和港府居行粤合作联席会议 是四年来第一次实体会议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前说 有信心达到一些成果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 见记者 说下午和广东省省长黄慧忠 举行越港合作联席会议 讨论如何在大湾区 我们注入更大的发展动能 互利攻赢 我有信心 今次的会议会达到一些成果 加强和深化越港合作 让一个已经跑得快 的城市 加一个已经跑得远的城市 再加一个已经跳得高的城市 三个一起 组成一个又跑得快 又跑得远又跳得高的 组合城市群 这样我们就可以又赢到结果 又赢到时间 李家超上个月底 也曾去过广州 拜访广东省省长黄慧忠 今次是两个人相隔一个月之后再会面 李家超中午先在礼賓府 现请黄慧忠 下周再去到政府总部开会 李家超说免疫通关之后 个几月 本港官员多次去到内地交流 近日已经有四个局长或副局长到房内地 政府的官员会很积极和很主动去推动香港 和大湾区以及内地一起的经济发展 最好是用一些面对面的商谈 因为这样是会制造互信 在互信的基础更加可以达到多一些共识 第三我们是会很积极去推动一些共赢多赢的方案 亦都希望用最少的时间达到最高的回报率 他说通关之后 内地访港旅客在最近的周末突破10万人 相信随着各项大营活动举行 经济活动复苏已经踏入大直路 可以再发挥香港国际大都会的地位 武汉显示记者 刘晋玉部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下个月1日开始 恢复跨省长途班次 星期四开始买飞 跨省列车班次重启 将会直达北京西 上海洪桥 长山南和重庆西等的站点 到时由香港西九龙站出发 可以到达全国66个站点 每日整体班次由现时102班增加至164班 大致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其中西九龙站 往来上海洪桥的列车 采用新路线 车程缩短大约20分钟 至大约8个钟 另外 往来西九龙站和广州东站的列车 每日当中四班不停东莞站 改停新增的常平站 下一次还会报道 内地北方多地出现沙尘暴 当局发布黄色预警 又会讲下哪一款中国罐头 在海外比较受欢迎 回到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去到香港看展览 驻广州记者邓杰盈说下 日行15人正在听老师讲解香港刚代艺术发展 为直将出发去到香港欣赏巴塞尔艺术展做好功课 很期待 因为尤其今次他们安排了有老师带队 对于小白来说会更加好进入一个艺术世界 其实对于我来说 任何一张展品我都会非常之期待 都很值得我去学习 这间广州华室事隔三年 再次组团带领学生参观 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 广州其实都有很多艺术展览 但是大型的国际中极性的艺术展览 就相对少一点 差别来说 巴塞尔它在香港举办的话 它是在亚洲或者从全球来说 都是非常之顶尖的展览 它是可以每年一次 汇聚全球最顶尖的画落 他又怎样看香港打造 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呢 今时今日的香港和广州 已经不可以用文化沙漠 去贴这个标签上去 尤其香港来说 好像香港 它可以汇聚到香港厄不熟 还有有这么密集的 知名的画囊群汇聚在香港的话 证明它已经有充分的艺术营养 在这个城市里 负责人期望 学员透过参加活动 能够增加对艺术的认识 提升对艺术的审美能力 即使去到世界各地的艺术馆 亦都能够了解到不同的作品 澳市里4柱广州记者 邓杰盈报道 刚刚过去的周末 有大约10万人次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 创了三年来的新高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说 旅行团是目前口岸客流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 截至星期日 今年边检站已经查验178万出入境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两倍多 央视报道说 在澳车北上政策大动之下 自驾游旅客也明显上升 边检站星期日单日查验澳门单排车数量突破3000架次 也创了新政策实施后最高纪录 内地北方多地出现沙尘暴 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 在甘肃散丹 沙尘暴好像一幅墙不断推进 路面逐渐被沙尘笼罩 中央气象台说 受冷空气大风影响 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十多省市 今天开始出现沙尘天气 预计到星期四日间沙尘暴会逐渐减弱 并且不会波及南方地区 去年内地罐头的出口量创了近年新高 金额达到400多亿元人民币 其中番茄罐头比较受欢迎 广东江门的这间罐头生产商 去年7月开始市场行情明显好转 订单量每个月增长10% 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出口量 生产商更加扩充了厂房 预料年底可以投产 到时每日的产能将会由5吨提高到20吨 而近期番茄的国际产量下降 在东贯这间食品厂一款番茄罐头 去年年底推出之后 随即有不少贸易商来接合 罐头一直是中国食品工业当中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 根据中国罐头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罐头出口量超过312万吨 出口额474亿元人民币 两个数字都创了近年来的新高 根据海关统计 亚洲、欧洲、非洲和北微洲 是中国最大的罐头出口目的地 蔬菜和水果类罐头占最多 业界认为随着海外需求持续增长 罐头产品的出口总量有望继续增加 台湾的卓英文下个星期三出团出访中美洲 去情和回情都会过境美国 在北京外交部重申 反对美台任何官方往来 已经向美方提出交涉 台湾当局说 蔡英文下个星期三启程 会过境美国纽约 下个星期六抵达危地马拉 下个月3日抵达百里支 5日过境美国洛杉矶 之后回到台湾 另外自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之后 已经有8个国家和台北断交 目前台北只剩14个邦交国 其中洪都拉斯近日尋求和北京建交 在北京外交部说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 欢迎洪都拉斯 尽早认清国际大势 作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决定 台湾当局说 目前洪都拉斯 仍未递交任何有关 终止外交关系的正式官方文书 转体金融行程 恒生指数 今天搜射报19258点 升258点 总成交1024亿 欧洲故事 又会说说 想用升城式人工智能要得心应手 有什么秘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中美顶尖科技公司增相推出相关服务 但使用上要得心应手 有什么秘诀 李景华是一间本地程式开发公司的创办人之一 他的公司在两个月前开始 用到一些升城式人工智能技术来辅助工作 他说 升城式AI较擅长产生的内容 有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编程语言 相片或者图画 这些技术不是今时今日才出现 但近来推出的服务 理解日常语言和程式语言的能力大幅提高 现在可以跟他说 我有一个设计 我现在希望你帮我去设计 去随从 又或者是 我有一段设计是在其他地方看来的 我又不太明白他写什么 你能否解释给我 他就会做阅读理解 然后再生成一些解释出来 他说要从升城式人工智能 得到理想的文字答案 提问方式是关键 精准程度甚至有提问工程学 Prompt Engineering的说法 首先你要设定那个角色 如果你是问一些物理学类的东西 你可能去跟他说你是一个物理学家 如果你想问他一些是医学上的东西 你可能跟他说你现在是一个医生 然后就设定你那个对象 是一个五岁小孩 还是一个大学生 你可以设定的 他说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生成图画和相片的难度会更加高 要得到理想的相片旧图、面貌 除了要详细描述人物样貌、姿势、衣着 亦要有连串的否定词 剔除生成过程的错误样本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迅报导 正期居居六字居下星期选楼 房委会公布三个屋苑的价单 楼房是油堂高宏苑一个489尺大单位 卖271万 今期六字居三个屋苑 4693个单位以市价四一折定价 最多供应的是油堂高宏苑 有2021个单位 面积由185到489尺 最贵的是A座43楼20室 489尺单位售价大约271万 是今期最贵的楼房 尺价5543元 最便宜的单位位于马鞍山锦柏苑 私座一楼十室 面积只有184尺 卖75万多 尺价4097元 这个屋苑合共有1896个单位 面积最大有473尺 卖261万 而粉岭青桃苑卖出776个单位 面积277到447尺 售价介乎119万到219万 有房委会委员说 近期有近一成的单位 属于百多尺的纳米单位 担心再出现滞销 房委会一共收到6万2千份申请 较上一期少 去年12月已经缴株 下个星期二选楼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天不道 南韩政府早前提出 每周最长工作69小时的改革方案 引发舆论的不满 总统韻石月主持国务会议时候 特别提到工作制改革生意 承认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不利健康 要求调整方案 他强调将会广泛征求年轻人等群组的意见 经充分讨论之后 在新政策中体现民意 根据早前公布的改革方案 原本按照计算的加班时间 将会改为以一个月、一季、半年或一年做计算 企业可以按淡旺季和员工协商加班的时间 例如将工时集中在旺季 在新制下,每周法定时数将会由52小时 大幅提高至69小时 工会批评方案将会导致更多人过路死 泰国5月14日举行大选 国会现届会期原定星期四结束 总理巴育上星期向泰王挖杂拉龙工 提交提早解散国会的行政令 昨日获泰王批准,国会即时解散 根据泰国法例,大选需要在45日至60日内举行 选委会宣布,选举定在5月14日举行 最新的文调指,只有第1成5的受访者 支持军人出身的巴育,成为下任总理 而前总理他信细女贝东丹 支持率就有近四成,成为下任总理的大业人选 泰国曼谷附近一间发电厂 日前维失储存放射性物质的容器 后来发现一座铸铁厂被溶解 厂房员工和附近的居民要紧急检查身体 距离曼谷东部165公里人口囚密的巴珍府 一载燃煤发电厂今个月10日例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一个长30厘米重25公斤 装有放射性物质式137的圆柱形容器不见了 它原本连接烟通,用来偵測燃煤后的尘埃物质 当局展开紧急调查,刚刚过去的星期日 在距离电厂大约10公里远的一间铸铁厂 检查集塵袋的辐射毒素时 发现当中有设137的残留物 判断容器已经和其他金属废料一同溶解 相信是有人将容器偷走,当成废贴变卖 官员下令铸铁厂即时关闭 大约70个发电厂的职员和附近一批居民 都要紧急检查身体 卫生部门也会翻查巴珍府所有医院 过去一个月的医疗记录 了解有没有病人受放射物质影响 科学家说,色137系高放射性物质 直接接触会到跌皮肤却伤 长时间就会增加患癌风险 但官员强调,由于铸铁厂使用的熔炉 是一个封闭系统,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层 不会外涉 无线电视机者唐玉婷报道 印尼国会通过据争议的《创造就业综合法》 多局说,法案主要目的是改善印尼投资和就业规定 涉及修改2020年的劳工法 包括削減遣散费 以及放宽环保规定等 虽然新例受到外国投资者的欢迎 但当地劳工和绿色团体 批评法案过于亲商界 总统作科维多多 多年前已经签署创造就业综合法 但因为公众资讯不足 被宪法院裁定法案存在决陷 要求国会在两年内重新讨论 7点半,新闻报道完,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ignon by bwd6